小兔子乖乖 快送上门来 独自快饿坏 别让我在等待 白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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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可爱的白兔 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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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美味的萝卜 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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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帮你回家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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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爱吃萝卜吗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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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你们喜欢我 很快 白兔 白兔 萝卜 白兔 白兔 黑 还愿意 赞心 白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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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音乐 无Ent!无Ent! 阿왕! 嗨 嗨 好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那个表情真的好到位 小白兔有好多的动作 特别可爱 就这种的 是什么样的主题动作 萌萌的 我感觉有点 六一晚会的感觉 好 我先说一句 你们俩基本上 可以跟他们一块演了 就你们俩今天这服装 再加一只老虎 再加一只熊猫 这动物园就齐了 我这是老虎 对呀 就是加一只老虎 加它一只熊猫 这个大灰狼 那个丫头演得真好 像个小男孩 大灰狼你 大灰狼演得就是 多大了 十二岁 你边上那个小白兔 为什么她的裙子 跟别人都不一样 因为她是兔妈妈 你是兔妈妈呀 那个小孩子吧 只有妈妈 穿白裙子这个 只有妈妈才可以穿上 纯白色的衣服 你看她要区分 对 但你看这兔妈妈 这姑娘这身材 脖子以下全是腿 对 对对对 男的小女孩的腿 也特别漂亮 是 都很好 看到小朋友表演这么好 就让我想到 我小时候 也是这么可爱 你小时候也会跳舞吗 没有 他自己都笑了 他觉得是个笑话 那他就不变博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 这样子有很多机会 上台演出 所以要想到 其实小时候的表演 是最天真 最童真的 刘谦先生 你还记得 你小时候 第一次登台 是什么演出吗 就是表演魔术 变魔术 几岁的时候 七岁 七岁 对 然后变 从小就会骗人 七岁 大概距今 大概十一年前吧 对对对 不不不 你说多了 应该大概九年前吧 没有没有 那我还在前十一年 你们都是十一症患者 七岁的表演魔术 是成功了还是 成功了成功了 成功了 当然成功了 但那次紧不紧张呢 第一次登台 不太记得 但是因为第一次表演 应该兴奋大过于紧张吧 我觉得 我觉得一个好的表演者 上台如果不紧张 就不够专业了 因为紧张代表你重视 敬畏感 对代表你集中 但是呢 你要把紧张转化成动力 尤其是在春晚的舞台上 这个特别重要 因为在春晚的舞台上 没有人不紧张的 但是你要把紧张转化成动力 想要表现的感觉 对对对 你要把紧张换成兴奋 董卿你还记得 你小时候第一次登台 是什么情景吗 我没有登台 我第一次正儿八经上 别人都说 你小时候是不是特别会说话呀 然后我就开始使劲回忆 我第一次上台演讲 是小学五年级 然后老师对我寄予厚望 然后呢 然后我就上去了 说到一半给忘词了 然后呢 说到一半完全彻底忘了 我就看到那个老师 在台底下 急着下来下来 下来下来 然后我就使劲站在上面 我就不下来 我就想试试看 我还能不能记起来 但最终还是没想起来 萨没大眼的下去了 真的 其实《少儿舞蹈》 并不好排 因为孩子们 没有太高的技巧 也不能排太复杂的动作 所以完全就要靠 编导的创意和构思 而一个好的《少儿舞蹈》 是在给我们 带来快乐的同时 还能让小朋友 大朋友都能有所启发 就像这个舞蹈一样 最后就跟我们 讲了一个道理 只要我们足够勇敢 只要我们足够聪明 我们也一定可以 以弱至强 以正压斜 最后取得胜利 这枚个花 就别拿下去了吧 送给我们的评审 好不好 想想 他会给你变眉的 他会给你变出一大数了 他一看就知道 谁是大灰狼 在我们这里 谢谢 谢谢 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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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